谢谢Edward 参加这个直播 我今天不喝咖啡了 我准备准备了一瓶水 我们这边的话 每天至少得喝三杯咖啡 不然就根本做不了这个一天的工作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今年接下来有很多重大的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 明年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 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前分享的 但是今天呢我们又准备了很多精彩的 令人兴奋的消息 这还是我们第一年 我们进入到一月份以来的第十二月 第十二个月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回想到智能合约系统 提了巨大的反响 有数万人来参加进来 当时是一个特别精彩的时刻 然后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去改变和改进我们内部的基建 而今天呢 我们已经快经历了一年的时间 十二月份 对于我们所有的带系社区的人们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时期 我们已经做了 我们已经做了 人工金额 高达 两亿 每 USDG 做一个社区 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么高的一个金额 所以这个成绩是很了不起的 然后2022年的话 我们已经有一个路线图 我们会不断的去带来改变 无论是数字 货币 人工智能 金融科技 哪一个领域 我们都会做出颠覆性的变化 做出创新 让我们再走到更高的一个台阶 所以非常感谢各位 到现在的支持 非常期待各位未来的支持 我们已经克服了很多挑战 做得非常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迎来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我们很高兴 今天呢 再次看到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也要感谢大家的参与 作为这个社区的议员 踊跃的参与 非常感谢 我们真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 我们都是追求 人人均匀的局面 为整个的这个市场 带来一些新的设想和想法 所以我们都会 呃 迎来一个更好的更精彩的未来 今天呢 我准备了一个PPT 所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呃 共享一下屏幕 我们都能看到 好的 我们今天有几个很重要的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今天又邀请到了 安娜博士 也可以呃 为我们分享一下一些很重要的进展 并且回答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件事呢 是外汇的部分 即将上线 过几天就要上线了 那为什么发生了延迟呢 是因为我们 需要保证所有的部分都到到位 没有法律法务上的问题 然后同时可以保护我们这个代息的模型 因为我们 属于这个科技领域 有一些复杂的流程需要走 包括外汇的部分 还有背后的监管等方面的工作 都是我们需要去精心去做的 我们终于几天前正式成为一个外汇基金 我们正在准备各方面的工作 呃 保证所有的工作都 进就绪 呃 然后过几天 就可以开始外汇 都交易了 我知道大家都盼望 开始这个外汇的 呃 时刻了 我也 我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是 因为外汇的交易 呃 将成为一个比较 更为活跃的 领域 虚拟货币 呃 是更长期的 有 峰值 也有一些 回落 或 会发生一些损失 也有一些季节性的 变化 在迎来 下一次反弹和回升之前 可能会遇到这种 呃 时候 但是外汇的话呢 是更平稳的 是一个更 持续性的 短期的话 是一个更 稳定的 一个 系统 所以我们都特别的 期待 过几天 看到这个 外汇的 上限 然后 还有一个 很好的 消息 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 无限的 回购计划 这个是什么计划呢 这就意味着 只要是 代谢的成员 会员 可以回去 再重新购买 之前购买过的阶层 你比如说 是一个 第四阶层的 会员 从第四阶层 以下再跳到 第五阶层 可能是一个 比较 大的一个 飞跃型的 那 这个 变化 所以我们想 针对这样的人呢 以能够为 恩多科技等方面 做贡献的同时 给大家一个 机会 回去 重新购买 第一阶层 到第四阶层的 任何一个阶层 然后 这个 这个次数是无限的 我 希望给大家 这样的一个机会 提高大家的 参与的程度 做出 更大的 贡献的一个 机会 而无需 进入到 下一个更高的 阶层 有的人 是第五阶层 第六阶层 但是无法跳跃到 下一个阶层的 这个可能是需要 更多的 时间 和更多的准备 但是 假如能够 回去 重新购买 之前已经 购买好的一些阶层 就会 有一个 崭新的机会 去 做一个更大的贡献 所以12月份 可以回去 购买任何一个阶层 但是还有一个更精彩的消息 就是第三阶层 到第十阶层的话 70%的 投入金额 将会被 转入到 这个 实时交易账号 当中 以往呢 只有 第九 第十阶层 才会有 达到这个 百分之七十 其他的阶层 是 一半一半 也就是说 只有百分之五十 才会进入到 这个实时交易的 涨幅当中 但是12月份的话 这个限制活动 会使大家能够 在第三阶层到 第十阶层的范围内 可以 进入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范畴呢 你的 认购金额的 百分之七十 就会被投入到 实时交易账号中 然后 这个是不看顺序的 你可以 你可以回去 任意选择 自己想要 重新购买的阶层 完全没有关系 然后购买的次数 也是无限的 是没有上限的 只要在十二月份 重新购买 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然后还有一个 很精彩的消息 百分之五十的 人工金额 将被 分配到 很多科技的股权中 之前的话 只有百分之三十 然后需要更高的阶层 但是十二月份 这个水平会高达百分之五十 就会等于百分之五十 这就意味着 是一个很大的折扣 是一个非常大的折扣 是 等于是我们给大家 免费送更多的股权 因为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一月份 给大家的股权 会根据 恩多科技那个时候的 市值 而被调整 恩多科技的价值 和市值 已经大幅上涨了 非常的引人注目 有很多人 围绕恩多科技的最新情况 特别的关注 有很多 投资者 非常的关注恩多科技 所以一月份 以后呢 在任何一个阶层 做这个认购的时候 进行购买的时候 进行购买的时候 这个程度呢 会有所减少 因为现在 12月份股权 所以大家会有这方面的折扣 百分之七十的人购金额 会被投入到实时交易的账户中 然后 百分之五十 是可以用来获得股权的 但是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市值 只有这个月 一月份以后 会有变化 所以这个 是最后一次机会 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值 获得 这个 以这样的形式 获得股权 只有12月份 才能享受这方面的收益 一月份以后 股权这一块 会看到这部分的减少 所以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是 标兵的这个推广活动 我们决定延长两天 我们在11月份 决定去重启这个过程 我们发现 有些费用 注册的过程 引起了一些 我们本来没法 预料到的问题 很多人 特别接近 目标 但是同时是要 做一些额外的准备 没有来得及 有些人想要 达到 第10阶层 希望我们可以去延长 这个时间了 然后 我真的为大家感到特别的高兴 因为11月份 有很多人成为新的 标兵 有些 达到金牌标兵 还有更 更高的一个 层次了 所以我们这次 决定 11月份的这个 日期呢 要延长到 这个 就是延长两天 到12月份3号 11点 59分 我们还要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一出 持的 项目 结束了 因为我们都要保证 我们做的 每一次的项目 都得为大家 带来益处 我们发现 这个 一出的 做法 这个 结构 和这个 溢出池 没有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方面进行调整 然后在1月份 明年初 准备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未来的 计划 是什么 我们 就像我们承诺的一样 CoinZoom CoinZoom的部分 是大家如果 有参与过 是可以获得的 就是有资格的 会员还是可以享受的 然后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大家 3月 明年3月28号 29号 的迪拜 活动呢 就我们准备去举办的 要把它做成 前所未有的一个 重大活动 会邀请到很多 非常优秀的嘉宾 Uplift的合作伙伴 Uplift社区的一些嘉宾 然后2022年的一些新的计划 新的项目也要在这个会上 揭晓给大家 所以这次明年的会议呢 将是一个特别精彩 改变人生的一次会议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识到 因为作为一个社区 我们作为这个社区的引领者 希望大家都知道 我们 但是这个项目是长期的 是会持续下去的 有很多进入到市场的项目 有快速的增长 然后 就 不见蹤影了 一下子都 消失了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带西的社区的成员 都相信 都深信 带西百分之百的是一个真实的项目 如果有一个不真实的事情 我们肯定不会做的 我们是一个长期的 一直持续下去的项目 这不仅仅是一个长期的项目 就是一辈子都要持续下去的一个 项目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 价值数十亿 数百亿美元的项目 打造新的 持续一生的关系 为整个社区不断的创造出新的 金融上的 金钱上的 益处和收益 不断的去扩大规模 变得强大 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这样的一个 进程当中来 想要享受这样的氛围 这样的环境 你必须来迪拜参加这个会议 绝对不能错过 我们申请这次的活动 这次的会议 是戴希的开端 代表着我们的起源 我们迄今为止做所有的事情 2022年 前90天准备吃错的事情 仅仅是一个开端 是一个 序言 戴希的故事的 开端 我们戴希的整个的故事的 一个开设的部分而已 而在明年的迪拜的会议上 就会真正的去 把我们的 力量去释放出来 展示给全世界我们是什么项目 会有很多 新闻 文章 媒体 电视所有的平台 所有的地方都会关注 戴希 然后明年的这个活动 这个会议上 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生 只有一次机会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宝贵的机会 在可口可乐 场馆 会进行这个 活动 在这么大的会场 迪拜规模最大的一个 会场 要举办这个活动呢 要不是疫情 这个会场能够容纳 所以 7万 个 这个 观众 带心呢 我们明年 就要在 这么大的会场 举办我们的会议 所以请大家访问一下 Daisy Disrupt.com 买票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具体的 信息 这个 早期价格呢 到12月份 31号 是这个价格 不管是你 还是你的朋友 家属都可以这个 价格买票 然后最前眼的人士 都知道他们会 带一大群人 100个人 200个人 来参加 购买 这个10个 以上的票 所以很多人 带 带更多的 领导 引领者 去参与进来 然后 会大量的去购买票 为更多人提供 更 这个价格更低的票 所以你购买了 10张以上的这个 票的话 价格是129 美元 那是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现在 这个 参会人数的上限 由于疫情的影响 限制在 2000人以下 有2000人的话 这个无法 把 这个把活动的 费用 我们举办的一个活动 要要花的费用的 50% 都是补回来的 所以我们 卖票 不是用来赚钱的 这个不是我们去实现收益的 其实我们代息账户 是承担这方面的费用的 因为我们只能容纳2000个人来参加 我们自己自身去做出了这个决定 尽管存在这个限制 我们还是想要去举办这个活动 因为第二年的话 我们会邀请到7万个人 我们作为这个社区的领导者 希望以 现在的愿景和未来的愿景去走上 舞台 进行 两年后的活动 所以明年 要把这次的这个三月份的活动 以 这样的一个规模 以这样的一个精神去举办 然后我们非常清楚 很清醒的认识到 这个是不会带来利益 这个金钱上的利益的 我们自己会去承担这方面的费用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 想要投入到代息这个项目当中的人的话 现在是唯一的机会了 到 三十一号 十二月份三十一号 是这个价格 所以大家 抓紧时间去购买 希望 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去成为 前两千名去报媒参加的人 买票的人 好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 有请Anna博士 为我们介绍几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同时呢 我自己还有 Edward 也有一些事情 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有的观众可能 有的朋友 可能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实时交易的项目 你可能参加过一些不真实的项目 有些公司是骗人的 非常短期的 然后这些东西 它总是会 失败的 总是会消失的 有的人 他交易的这个时候 他会提到是有波动的 几周前达到了一百 几个 这个百分比 现在有波动了 有一点回落 进入到这种回落的时期呢 有的人 会感到不安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看这个回落会有点心慌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心态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以长久的 长远的视角看待这个项目的周围 它是一个长期的项目 我们没有办法 以短期的视角去衡量 这个项目的整体的价值 一个季节性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项目 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因为这些项目他们都会有一些季节性的变化 会有一些不同的阶段 有的时候有回落 有的时候交易的结果 走低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是一个真水的项目 如果你看到了一个只有走高 不断赢的项目 如果有一个项目跟你说 每天不断的打造出盈利 从来没有输过 从来没有走低过的项目 你就赶紧赶紧走吧 因为这种项目是骗人的 是利用人的 是去驱动一个不真实的东西 我们在恩多科技 我们在代西 为什么感到自豪呢 因为我们百分之百的是一个真实的项目 我们百分之百的是一个长期持续下去的项目 有的人会看到 我们的数字有一点回落 有点走低 这个是完全不是一个紧要的事情 每年都会有这种季节 都会有这种阶段 Edward跟我说 他刚刚开始 采用恩多科技的时候 前几个月都是走低的 然后他当时有一点疑虑 不知道为什么 发生了这个下降 但是他等了几个月以后 发生了什么呢 又大幅的回升 所以因为他持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视角 能够享受到的利益 非常大 你只要持有这样的一个视角 不会一直盯着短期的利益 这些短期的结果和数字 可以明白 会有长期的利益 Edward 这么多年 二十多年来一直做生意 参与过这样的项目和领域 你们其实教过我很多事情 长期的投资 投资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你为我们分享了很多 我我自己已经从你身上 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希望 Edward也可以来 为我们的 今天收看这个直播的各位朋友 分享一下这些事情 好的 你已经说的特别好了 真的是没有办法 看每一个小的波动 每一个小的季节 认为这就代表着所有的趋势和走向 你得一个一年以上的至少两年的视角看来一个下落 比如说我们 10月份 2020年的12月份 10月份的时期 我 开始做 这种交易 然后 看到了 这个初期阶段的很大的 这个 增长 因为我等了 耐心的等了 我享受了这么大的利益 如果是代息的话 可能甚至会远远超越这个程度了 会甚至更高了更大了 所以反正是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视角是很很宝贵的很重要的 我们先请Ella博士来讲一讲这个AI系统等等 我们之后再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 首先感谢代息社区一直跟着我们一起成长 我们明年刚刚谈到的3月份的活动呢 会为大家分享一些特别精彩的新的跟AI有关系的事情 然后我们刚刚听到了有关这个社区的财富这个社区的现状 但是我们的未来也很重要 我们希望打造了新的投资类型 新的技术 同样重要 所以明年的活动不仅仅是关于财富的一个活动 它也是一个跟我们未来的技术 息息相关的一个会议 很多人提出关于我们现在的世界的一些不满的声音 有很多地方不行 我们都希望至少我个人希望能够把这些事情这些方面做得更好 所以明年的活动呢我会有一些这样的消息可以分享给大家 然后 我们 今天呢就 简单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事情 首先是Jerry和Edward的 谈到的今年的这样的趋势 和迄今为止的变化 这样的市场 有波动 它 我们预计 从 刚刚开始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的工作 以来 我们已经预计到 会有波动 当时我们的决定 不要去 是 呃 走 某个方向 因为对于 很多的这个 基金呢 会带来很多问题 损失的规模很大 这种市场 是我们本来 认为 不应该是 大胆参与的 所以我们的预测是 准确的 然后 前一年呢 表现特别好 对于我们 对于所有的 这个领域的基金等等 都是一个表现特别好的一年 所以 重要的是 要了解自己想要实现什么 我们想要做的是 在一些 存在不确定 不确定性的领域进行投资 比特币 加密货币 虚拟货币 这些领域 一开始 会有很多人 涌现出来去参加 以非常大规模的形式开始 同时以大规模的形式 结束 而消失 所以 在 这样的这个地方呢 投资于这种领域的时候 会以阶段性的 做一个系统性的方法 进行投资 在每年 赚取利润的同时 不亏钱的 要这样的方式去投资 但是 我们呢 持续的针对一些竞争性的技术 做很多的调查 一直在跟着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 查了很多地方的信息呢 然后发现 本来我们有点担心 其他的地方 会表现比我们好 但是真正的发生的事情呢 并不是如此 为什么呢 因为自 2018年以来 无论市场的状况和表现 如何 我们的战略都是 有收益的 我们在这样的市场当中 这个 的表现是 百分之一千以上 然后在一个 噩梦般的市场中 还是可以 赚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因为我们的做法 让我们能够实现 这样的这个 金融 所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指数的 情况的话呢 平均的 呃成绩是 数的 百分之三的减少 然后第二年 是百分之零 就是所有的 必先基金的平均表现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已经实现我们的承诺 使用一个稳定的增长机会 然后在未来的话 如果模型顺利的话 会有更好的成绩 如果没有那么顺利的话 可能不会有那么好 但是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因为 有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 就大幅回落的时候 会让大家都感到很吃惊 但是同时总会有回升 所以我们 当时亏掉了百分之十 但是现在已经恢复原状了 虽然这不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状态 但是我们仍然处于一个 很不错的 盈利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最终的成绩 所以就可以看到 嗯 刚刚查的时候是65.05% 然后 Jermyn 也谈了这一点 但是一个月 其实一个月的表现和变化 对我们的影响挺大的 但是我们可以宣布的是 我们已经实现了三百万的一个利润 所以我们贡献者 已经从中享受到了非常大的利益 阿勒博士说的很不错 三千三百万 已经分配给我们的社区的 参与者 这是一个重大的成绩 是值得去庆祝的 在短短的几个月 我们的社区的 人们呢已经 朋友们已经享受到了三千三百万 的一个规模的利益 对 然后明年的话 还是会迎来这样的时刻 会有更多的收益的 时间节点 所以我就是希望可以为大家 描绘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图景 我今天呢还准备了一些图片 希望可以给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去运转 有很多这个 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这个市场里面 很多地方之间有相关性 因为市场有 走高的时期 不会通过一个杠杆作用 抵消回落时期的出现的亏损 我们采取的战略 是我们能够 去整体上 保持一个 比平均值更好的表现 然后 希望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当初讲的一些事情 一些概念 因为这些都很重要 下次给大家看视频的时候 给大家做讲话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更多的细节 可以分享 当初的戴希的目标 是用波动和 这个分析的能力去发现 这八个市场状态中的 表现好的事情和表现不好的事情 我们通过超智能技术 收集到很多数据和信息 让我们以根本性的方式 了解到市场的状态 所以我们今年的计划 是开始这个众筹系统 这个很顺利 一月份 我们开始这个众筹的计划 然后过了几个月 我就推出了第二阶段的一些信息等等 也推出了一个白笔书 同时 我之后 也做了一下核心应用开发 跟很多系统 系统的研发人员 共同创造这个系统 然后我们当中路线图发生变化的原因呢 是因为超智能的本来的设想和想法当中 有些地方是需要调整的 这有一些优点 也有一些弊端 优点的话 是因为我们计划中的这个外汇 的部分很顺利 其实我们比我们原来想的早一点 也推出了能够上线 但是 另外一方面 我们 同时希望 还是可以针对指数等方面 进行 这个超智能系统 因为这个系统比我们原来想的 这个要复杂的多 所以这个项目不是我们抛弃的 只是需要更 多的时间去准备 我们明年希望可以把这个系统 也这个 推出上 上线 所以我们现在 基本完成的是外汇的部分 虚拟 你这个货币的部分 2022年就可以完成 然后 commodity这个块 是2022年6月份就可以完成 超智能的部分呢 当中有些意外的情况 这我们本来本来没有没想到的 我们收集到的 数据的质量比我们 预想的 更低 这就导致我们需要 嗯 决定不做某些方面 但是我们仍然 保持着 AI模型 等工具 就是需要 把这个 这个计划 往后推 延迟到2022年 再去 落地 所以 因为这个计划呢 他所涵盖的 他所要求的 技术等等 比我们想的复杂的多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 在 这就意味着 有其他地方 去试图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 他们也同样的会遇到这些困难 和障碍 当然 在理想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提前 早一点 完成这项工作 但是它是一个特别雄心壮志的 项目 下周 我们也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 超智能系统中的特殊支出 一些特别大的亮点 说明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我们比其他人做的好 有些地方已经集成成功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整个这个过程 但是整体的这个 最后的部分呢 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准备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非常感谢安娜博士 今天讲的内容 我非常同意 这个过程是很 艰难的 如果是容易的话 任何人都会来尝试 其实对于我来说 一个挑战 是很有吸引力的 很有成就感 你克服了挑战 感受到了成就感 是很有意义的 是很有意义的 同时也有更大的这个金钱上的收益 所以我非常认同你的这个想法 对你克服的挑战越大 赚的钱 享受到的利润 越多 对很多人 周围的人说 2021年 这一年呢 是我人生人生中 最长的一年 就感受上 这一年肯定是 最长的一年 其实很多女性 孕产妇或者生过孩子的人 都会说 这个怀孕的一年是 感觉是最长的一年 但是今年对于很多人来说 甚至感觉更长了 对我们今年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很多进展 实现了很多事情 我们社区和 这个很多科技之间的 相互相成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 对 谢谢阿朗博士 我每一次听你讲话都会 有很多 这个 灵想 你这样的女性 精进行业业 特别专业 特别规范 你为戴希恩 所做的这些战略 要求的 这种素质 真的 真的 让我感到特别的佩服 你采取的这些策略和战略 可以实现更大的更好的利润 但是 但是必须要坚持 不能当中放弃去 改变方向 需要一直坚持下去 真的很佩服 其实我们戴希的战略 会调整一下 因为 比特币进入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 这不是说 比特币表现好 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事情 但是短期来看 我们就可以 可以 以比特币走的这个方向和这个历程 为参考 稍微的调整一下我们的战略 不是按照我的感受 主观的去调整 而是客观的看市场的动向 去战略性的进行改变 这个是 因为 你是去调整一下这个战略吗 所以我们每一个月都会 略微的进行调整 会有新的版本出来 有的战略是之前的一个 对之前的战略进行了优化 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更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特币的 阶段的现在是一个成熟的阶段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已经发现你每次都会去追求最完美的优化 我真的真的感到特别的佩服 谢谢 好的 那我们结束之前 是不是要 说一下 最后的一句 这个 这个 有的时候 后台的 更新 需要 暂停 运作 但是这个 直播之后呢 应该都 准备 准备好 使用 可以马上开始回购了 重新购买之前购买过的阶层 第三阶层到第十阶层 如果重新购买的话 会有百分之七十的金额被转入这个实施交易账户 然后 然后 以 百分之三十 虽然百分之三十的金额会转入到这个股权这块当中 你能够享受到的收益是百分之五十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还我们延长了 这个 标兵的 时间 一天 延长了两天 还有 一定要记得去 买票 明年的活动 即将会到来 所以大家去 抓紧时间 购买一下 这个 活动的票 外汇的话 过几天 就可以上线了 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消息 所以今天阿拉博士也过来参加为我们分享了特别宝贵的信息 我刚刚看到了有一个短信说 我只想确认一下 这个虚拟货币和这个组合包都可以用这个回购的制度是吧 是可以用的 都是可以有回购的这个效果的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你稍等一下 就是12月份是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 时期 我们这个行业 因为在圣诞节之前 新年之前 是一个全力以赴的 冲刺的时期 所以我们刚刚 听的这些所有的消息 都是真的 是令人特别激动的事情 然后明年也是如此 我们进入到一月以后呢 也会有很多 很精彩的消息可以分享给大家 然后再重申一下股权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份额 在进入到一月份以后 会减少 所以12月份 能够获得的份额 跟过去是一样的 同时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 认购金额的70% 投入到实际交易当中 但是明年 开始 每一个组合每一个包的这个 分额的 份额的数量 会减少 现在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这一点 然后抓紧时间去享受一下 只有在今年12月份才能享受到的利益和好处 对我们 这个月 能够让大家享受到这个70% 30%和股权50%这个利益 这个特别精彩的事情 所以这其实对于新来的人也是 可以享受到的益处 你如果新买了阶层 首次买了这个阶层 还会享受到这些利益 不仅仅是回购 然后 然后 还有一个 好处是因为 有回落的时期 是一个机遇 正好可以 说服和邀请更多的人过来投资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交易的工作 我发现了 有特别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在进入到回落的时期 才是 需要把更多人带过来 参加进来的时期 因为这样的话会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大家都可以共同享受 回生时期所带来的好处 然后 我发现有些人呢 就是不懂 就会感觉这个市 这个市场 有回落的时候 会赶紧去退出 这样的做法 适得其反 就会带来更多的亏损和损失 因为你在高的时期投入 然后掉的时期推出的话 这样做法 这样做法会导致亏钱 会不断的把自己的这个立场 自己的这个位置去 做进一个更加不利的位置 会使这个问题加剧 所以大家可以 想象一下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这种做法 对大家是不利的 在 回落的时期推出 是没有利益的 和 那是由于利多的 以为有推荐项目 都可以 帮助我们 如果大家 希望就是说 有一个长期的事 叫 享受到长期的利益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一点 然后我最后补充一下明年的活动 我特别期待 还有一月份大家一定要知道 今年我们为大家分享的事情 真的是有很多重大的消息 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特别多的这样的消息了 但是一月份的话呢 我们现在还不能跟大家说了 但是到一月份以后要为大家介绍的事情特别多 特别精彩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大家再会